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这样够酥喔对不对 对 我们实在有一套 有一个东西 为大家变酥香 对 我们来看看 蚕豆酥 对 蚕豆酥 蚕豆酥 蚕豆酥我们蛮饿的可以吃的 零食那种是不是 很好吃 好吃的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我也不相信 蚕豆酥我们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来 我们是把它去壳了 去壳了 去壳了 拍一拍 这个是咸的 把它拍在 你看 要拍碎吗 要 就变成酥的嘛 对啊 跟这个一样 但是里面有那个香酥的油脂在里面 对 所以炒点又很香 对 真的是绝糕 像你不是说你喜欢吃那个辛拉 炒蟹吗 对啊 他们也是用淋水 可是他们是用麦片 麦片来炒 他们就用麦片炒的喔 好 酱酥酥的感觉很香啊 现在呢 我们拍碗的直接就把它倒进来里面 哇塞 原来是这样 而且它口感会比较好吃脆 对 而且会让它更香 整个综合在一起 那整个感觉 你说不香吗 绝对香酥 香 对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螃蟹一起来吃 好不好 那整个酥香的感觉出来 好 那现在已经 颜色都很漂亮了 对不对 现在好了 直接我们就起锅 炒上去就可以了 对 炒到上面来 我以为 你以为怎样 我会再下一次这样的饭 不要不要不要 直接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 它刚刚蒸了之后 它的肉质刚刚好 蒸好的肉质很甜的 对啊 我们不要不需要再下这半 那直接呢 我们要起锅的话 就是像这样子 好漂亮 直接把它摆起来 好三只而已啦 我们一摆一只 对 真的耶 好像那个烧锅喔 这样就完成了 对 我们来上 鱼鱼鱼 好 来来来 试试看 香酥花蟹 现在呢 连这个面包圈呢 一起吃 面包圈一起吃 夹着一起吃吗 我每次来输就算了 我这次还要输在螃蟹这一集 这很奥你知道吗 呵呵呵呵 这有女书喔 对啊 他没强好 对不对 这个很惨的肉 今天那个秋蟹果然应该被吃掉 怎么样 大家都在吃都没人讲话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好吃喔 而且那个好酥喔 这根本是电视史上最安静的一会儿嘛 你认为吃螃蟹还有空脚吗 好像是没有 对 这种好甜喔 应该 它糕好香喔 花蟹经过清蒸之后 因为它花蟹 这个肉质很好 如果像去炸就可惜了 对 让它甜嘛 这个所谓的像香酥花蟹 像地方上炒鱼的做法 嗯 它一个是需要油脂 嗯 就是那种酥香的感觉 它根本挺骨气的 所以真的花蟹不要下去 对 直接这样蒸就很好吃 对 然后那个蟹豆酥搭上去 它再炒一下就有蟹豆酥的香味出来了 对 还有很脆 这么简单的料理 要不是郭叔叔介绍给我们 就还不知道了 赶快来谢谢郭叔叔 谢谢 谢谢 当然啊 螃蟹啊 不是只有只是教你们目前的烹调而已 它有很多营养上的问题 大家这么爱吃 因为很好奇 它的营养好不好 那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个单元 螃蟹啊真的大多爱吃 可是说真的 误解它的人真的太多了 哦 一定有很多人想说 啊我中风我不能吃营养 我哪边怎么我不能吃 胆固醇高 我胆固醇高不能吃螃蟹 那到底螃蟹是不是这么虫胸恶极 感觉上 他都叫黑宝负了还要怎样 黑宝负就这个树女群而已啊 对不对 这常常有人这样说 而且在煮火锅的时候 怕觉得它太营养了 太鲜了 什么 中风啦什么的 对 而且螃蟹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跟什么不能吃 嗯 蝎子跟什么 蝎子吗 蝎子跟螃蟹不能一起吃 对不对 吃的吃我好像用鸡屎白来解读 哈哈哈哈 蝎子好走勒 很多人都有这种迷思啦 我们这一段呢 现在烤这个螃蟹的营养 好 好不好 韦韦你不要再讲 鸡屎白 好不好 不要再讲 鸡屎白 好 不要说一个一个达人来吃 然后每次都只喝金鸡汤 真的 我真的每次都来喝金鸡汤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喝金鸡汤达人 谢谢 准备好 三位加油 来可来 好 那我们上下两个阶段 累积积分就要喝我们的 酸香蟹味棒 看起来很好吃 在这我们要打成汁来喝 这听起来就有差有 打成汁喔 所以要加油好不好 要打成汁啊 是打成汁 对不起 加油一点 好 第一题请问 蟹肉含有高胆固存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应该少吃为妙 我错 我错了 我文哥 错 确定 对 恭喜你 答 对 好 下一题请问 螃蟹含丰富的营养 长期熬夜上班族 可以吃螃蟹来保护肝脏 对或错 请答 为什么 对 对 确定 对 恭喜你 答 对了 啊 这次我答应你没答对 太棒了 好 现在加油好不好 第三题请问 螃蟹的热量高 减肥的人呢 最好少吃螃蟹 以免 囤肌脂肪 对或错 请答答 一题 终于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他 哈哈哈哈 好 恭喜你 答 对了 对了 你不是 高吗 其实是油炸鱼 哦 是 好 第一个阶段的最后一题 请问 螃蟹的咳硬之外呢 也含丰富的钙质 牙口不好的人 可以吃蟹肉来强化牙齿 对 答案没 对不起 我说 你答答 啊 阿晴 对 确定 对 恭喜你 答 对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来宣布一下 这个阶段的积分是多少 这个阶段的积分呢 佩玲姐是零一分 那我们的文文哥跟殷琪 都是两分哦 天啊 哇 胡平平要加油了 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又含有这个 高胆固醇 心血管疾病患者 应该少吃了 没有错的 康老师 到底螃蟹 就有心血管疾病 或是胆固醇 在乎的人 如果他要吃螃蟹 他该怎么吃 他现在是这样的 一只带壳螃蟹 如果说大概是100公克的话呢 他的胆固醇有将近300毫克 然后呢 一颗鸡蛋呢 就是那个蛋黄里面的胆固醇 大概差不多200毫克 所以等于说你吃了一个带壳螃蟹呢 胆固醇就超过鸡蛋黄100毫克 确实如果说您的这个胆固醇太高的话呢 这个要饲料 要饲料 可是像 比如像中卷啦 花之类的啦 或是像虾子 我们有讲过 那个是内脏拿掉 虾子不要吃壳 不要吃头 对 内脏拿掉 对 那如果螃蟹有不吃膏 只吃肉的话呢 会好一点 会好一些 对会好一些 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 但是呢 因为你少吃为妙 这四个字是不能吃啦 嗯 所以这个不能吃我们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实在有健康一直推广的一个观念是什么都可以吃的 那鱼肉啊或是虾肉我们一直说是优质蛋白 那蟹肉是不是属优质蛋白 是是是 它是非常优质的 它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对 不过但是 它还有另外一点点小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泄底 就是它的这个尿酸膏 嗯 尿酸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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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里面含那个 对就是普林嘛 普林 就是你 因为我们讲要通俗一点 对 其实真正是讲普林 对 那到身体里面代谢就变中尿酸了 就是我刚刚讲你螃蟹放火锅汤里面煮 你爱喝那个汤 第二天有可能脚中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普林因为很高 如果你又有这个痛风病 或者你是高尿酸血症的 那这个就要适量 又是适量 对 不是少吃为妙 所以我很不喜欢那四个字 那蟹肉是属于寒凉的对不对 对 它本身是属于比较寒凉 但是我们在通煮的时候 有時候會加薑絲啦 會把它的屬性拉起來 所以這個蔥 薑 蟹 蔥 薑 蟹 它是把它屬性拉起來 薑絲啦 或是植物葉啦 都可以把它拉起來 為什麼我會知道它是比較偏涼 因為我啊 我的父親啊 他非常喜歡吃螃蟹 許多人會買活螃蟹回家自己料理 但下列方法你做得A了嗎 買回家的活螃蟹 冷藏螃蟹應該要先如何處理 才可以保持它的鮮度 A 是先把內臟清除乾淨在冷藏 B呢 是將螃蟹蓋上絲毛巾 放在容器裡面再拿去冷藏 選A 正確答案是 B 將螃蟹蓋上絲毛巾 放在容器裡面拿去冷藏 沒有 你聽到我講話了 沒有 我本來就覺得應該是A啊 誰要聽你的 為什麼買回家的活蟹 要蓋上絲毛巾在冷藏咧 廣告回來讓詹姆士為您解答